我是摄影师宝兰,很高兴你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前段时间我为尼康和摄影无吉他影像的一个教学栏目所拍摄的摄影教程 主题是来源于我非常喜欢的日本摄影师萧山寄信的一组作品《少女馆》 那他镜头下的女孩们天真活泼 或是在镜头前彼此嘻嘻打闹或是沉默不语 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日本写真理一组非常有标志性的作品 但是萧山寄信作为日本最有名的人像摄影师 他的作品也是深深打上了萧山寄信的烙印 因此我更希望的是拍摄出属于我自己独特的风格作品 我在构思拍摄这种作品的时候也会借鉴一些电影 比如说土耳其的电影《野马》以及美国电影《悬崖上的野餐》 这些电影对于光影色调乃至服装的造型情绪的引导上 都会给我一些帮助 这次我使用了尼康星发布的全画幅微单Z5进行拍摄 由于这款相机非常的精致小巧 因此即便搭配上了标准镜头尼克尔Z24-50毫米的 光圈4-63之后的镜头呢依然是非常的轻便 大大的减轻了摄影师的负担 拍摄多人写真的难度要比单人写真或者是双人写真的难度更大 因为我们需要同时注重几个人的姿态和表情 即使其他人的表情和姿态都很到位 但其中的某一位不到位或者是刚巧不在状态 也就很容易毁掉一张好照片 因此在事先做一些功课 制定一个简单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方案里我会大概列举 包括拍摄的风格 以及穿着的衣服 这可以让模特们确定自己即将会拍摄的情绪 以及自己即将展现的情感会是怎么样的 因此这一步看似不起眼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在服装和造型上 我为女孩们设计了两组风格 第一组是略带仙气的唯美白色长裙 考虑到背景均为绿色植物和草地 我希望利用白色的纯净 干净的色调来统一整体的氛围 突出女孩们在森林里 犹如精灵和仙子一般的优雅和气质 另一组则是选择了更活泼和复古的短裙 这一组的风格更现代 也更凸显女孩们的灵气 我为她们搭配了与服装和色调相搭配的不同颜色的发带 例如穿红色上衣的女孩搭配了藕粉色的发带 另外一位穿深蓝吊带短裙的女孩则是搭配了香槟色的发带 我会选择相似色或者是对比色的原理来进行搭配 让画面既协调又具冲击力 在引导人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几个人以类似的姿态站着或者是蹲着 利用相似性拍摄会让画面产生节奏感和有秩序的排列感 我们可以引导她们活跃起来 例如奔跑在森林中或者是嬉戏打闹 拍摄出如同青春电影里女孩们的活泼烂漫的瞬间 想要拍摄有故事感的构图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电影中学习 因为电影当中的叙事感构图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这一次呢我使用的是尼康的Z5搭配的尼克尔24-50的镜头 那这个镜头既可以让我利用24毫米的广角镜头 让画面轮廓更丰富的内容 也可以利用50毫米的标准镜头拍摄出更近距离的人像 也突出展现人物的一些近景和特写的镜头 最后我们可以利用人物之间错落有致的赞字 将焦点对准前面或者是后面的人物 让焦点的变换去营造出一种故事感 因为画面的焦点也具有叙事性 因此这种构图是在拍摄多人写真实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如果到底拍摄多人写真难度更高 但是也因为这样拍摄才更具挑战性 我们要重视前期的策划方案 了解自己叙述的故事 着重表现色彩和人物的情感 以及重视光的呈现 让光影去讲故事 最后拍摄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充分地引导模特 让对方放松而且真实地呈现出自己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 关于多人写真拍摄的过程 以及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的话 别忘了三连点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有更多想要看到的视频教程 也欢迎你给我留言 欢迎你购买我的书私房摄影密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